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双方都是属于那种出来玩就不想被其他事情打扰的人 所以他们众人都没有带手机 而这一现象也为接下来的事情埋下了伏笔 原本滑雪场地到了晚上是要关门的 可三人却以胖大叔私自给他们打折作为威胁 让胖大叔再把他们运到山顶 再玩最后一次 胖大叔心想 你们他妈是真的狗啊 但还是很无奈的照做了 把三人送上缆车之后 胖大叔就换班了 他告诉同事 还有三个2B在里面玩 你要等他们走后才能继续大叫 然后就离开了 大叔走后 新的值班人员等呀等 终于等来了三人 于是就果断地关闭了缆车 打算睡觉去了 不过新的值班人员可不知道 这三人根本就不是小红三人 此时的小红三人 其实还在缆车上没下来呢 起初是缆车的突然停下 便没有让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还以为缆车又出现了故障 应该等一会儿就修好了 在此期间 阿伟还表示 他们应该讲几个笑话活跃一下气氛 可直到等了半个多小时 缆车还是没有半点动静 小红忍不住了 他打断了两人的笑话 并当局表示 你俩逗逼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滑雪场地 只有周六和周日才会开放 而今天就是周日了 如果我们还不想办法救援 那就要等到下周五才会被人发现啊 小红的话 终于让二人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现在被挂在缆车上 手机也没带 吃的也没油 想要下去也下不去 这可如何是好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空中又下起了大雪 让本就饥寒交迫的三人 更加的雪上加穿 不过就在三人之前要被冻成狗之际 一辆巡逻车开了过来 三人开始大喊大叫 企图让巡逻车注意他们 可遗憾的是 外面的风雪呼啸声 直接覆盖住了他们的救救声 巡逻车也是万万想不到 高高的缆车上竟然还有三个人 随后三人开始扔东西 想要吸引巡逻车的注意 可倒霉的是 巡逻司机此时正在倒车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巡逻车 没有倒车影像 为什么也不原地掉头 反正他在倒车时 一直都是看见后方 所以三人扔的东西 司机愣是一个也没看到 再次等了一会之后 三人动的实在受不了了 于是阿伟就表示 自己要跳下去请求救援 虽然这么高的距离 很有可能会被摔断腿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 其实要我说 还是他们太笨了 他们完全可以把衣服做成绳子 顺着缆车滑下去的 可阿伟却偏偏要直接跳 然后不出意外的 当场就被摔断了两下腿 现在别说去救援了 连动都动不了了 阿伟简直后悔极了 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猜他肯定不会直接跳了 而是会在跳的时候 拳起一条腿 如此的话 最多也就只会摔断一条腿 至少还能有剩 可是不管怎么后悔 现在都已经晚了 此时的阿伟不仅又冷又饿 关键还痛苦难耐 不过好在疼了一会之后 阿伟就发现腿突然不疼了 为啥不疼了呢 原因也很简单 据科学研究表明 人在受重伤 流血过多的情况下 身体会立即分泌出一种 类似麻菲的麻醉剂 这种麻醉剂的血腥味道 会吸引周围的恶狼 前来围攻自己 然后自己被恶狼一下 顿时就不会感到疼痛了 当然 你们也别问 为什么滑雪场地里会出现恶狼 可能是老板故意在停业期间放进来的 目的就是为了惩罚那些逃不掉的人 阿伟死后 小红非常伤心 他责怪二狗 你为什么不拦着我男朋友 你是不是想故意害死我男友 然后再占用我 你与淘嘴有合意 而狗一听这话 当时就不乐意了 什么叫做我不拦着他 你不也没拦吗 而且你和他才认识几年 不过才一年吧 我和他可是十几年的兄弟了 我俩一起扛过枪 一起捅过窗 一起瓢过三炮 得视频 真要比起来 比你的感情深多了 最后小红被嘴得无言以对 只能喊泪道歉 时间一转来到第二天 两人在走了几个小时后 果然发现 停业期间根本就没人来这里巡逻 既然没人巡逻 那就代表着 他们可以随地大小便了 于是憋了一天的小红 终于忍不住开始撒尿了 你要问你能不能拉响 其实也能拉 但是只能拉一点点 不能拉多了 毕竟他们现在又冷又饿 拉多了容易不保暖 容易被饿死 于是为了不被饿死 二狗就开始想办法了 他想要通过绳索 划到对面的揽线杆 下去寻找救援 可这个过程确实不容易 下面的恶狼 不是单单的看着狗 就希望他掉下来呢 不过好在 二狗单身多年 臂力惊人 就下山去搬救兵 只是二狗身后 追随的恶狼却预示着 情况并没有那么乐观 果然在等了几个小时后 二狗仍然还没有归来 按照正常情况的话 二狗早就应该回来了 现在看来 估计是半路翻车了 孤独的小红 简直害怕极了 现在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于是小红就决定 也跳下懒车 小红的话 还是有点聪明的 他并没有像阿伟一样 直接跳 而是先用手拉住懒车 以此来减少和地面的距离 可即是这样的高度 也够小红喝一壶的 不过就在小红也要 即将被摔断腿之际 懒车却发生了故障 从空中降落了一半 如此一来 小红和地面的距离 就属于安全范围了 最后小红安全着陆 他连滚带爬的 就要往山下逃去 而在逃到一半时 小红就发现了二狗 被撕摇碎烂的尸体 小红心想 完了完了 连阿伟和二狗两位猛男 都不是恶狼的对手 自己铁定也要玩犊子了 可让小红万万没想到的是 恶狼此时竟然吃饱了 如果不是因为饥饿 谁又愿意张开了牙呢 再加上 恶狼又没有储存食物的习惯 于是小红就顺利地离开了 他逃到了路边 被一位善良的司机救下 最后电影结束 而这部电影告诉我们的道理则是 逃票这种事情 最多中午逃一次就够了 因为早晚会出事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么么 大